你说创业要有什么建议啊 或者说是我的体会啊 我在有一次演讲当中 在中国了 我讲了一句话 什么清华大北大不如胆子大 现在我也告诉你 什么哈佛耶鲁不如你自己赶闯 因为机会是闯出来的 哪有算出来的 你首先要赶传赶试 企业成功 以我自身的经历和我看过这么多 因为我接触这个层面应该都是成功的企业家 我们有一个 我算是一个创始 跟几位企业家创立了一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叫做顶级企业俱乐部 现在有接近50个人 因此我跟这些人每年开四次会 可能还有一些活动见面的 基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 都主要是民营的 你看到可能都是成功 那么从我的朋友 我自己的体会当中 一个最最重要的体会 就是赶闯赶试 真的 这不是我现在创新的 是吧 三百多年前 四百多年前 古人就说了这句话 富贵显装穷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想创业成功 有把握没把握 都要去试 绝对有把握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 如果你十个朋友告你的事都能做 你千万别做 真的 三个人告你说可以做 七个人说够呛 你就去试 可能会失败 失败的再来 你有成本了 你年轻了 是吧 所以为什么企业都是越做胆子越小 越大的时候 创新精神越缺失 这是成正比的 这个 当然了 也不是盲目的 最好做一点小成本的 这个资金不是太大的 这种试验 如果你要是回中国去创业 我觉得机会蛮多的 机会蛮多的 在美国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没有生活在这个地方 这个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这一个最好的建议 胆子大一点 胆子大一点 比什么都强 真的 企业家精神 什么叫企业家精神 最重要的两条标准 一 创新 或者叫做敢闯敢试 二 坚持精神 凡是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卓越的企业家 都接近神经病 什么意思呢 自己相信自己这个故事 相信我能做成 失败五次十次 甚至更多次也不怕 接着再弄 接着再干 他真就获得成功 这个路上就站起来了 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精神 欺而不及精神 没有这种执着 或者坚信 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人太圆滑了 或者说太容易放弃了 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具体建议说不上 就这两点告诉你 敢闯 第二 坚持 肯定成功 好吧 谢谢